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假如我们所有兴趣的区域 是有电荷密度分布的 我们就用poison equation来解 现在这个题目 就是说我们有两个无限大的平 是无限大的,这个面积都是无穷大 这是一个板子 它这个表面都是无穷大 厚度是L 厚度是L 那这个区域里头有电荷密度分布 电荷密度是rolling 这两边都没有电荷密度分布 没有电荷密度分布 我们现在要问 平板 就是平板 内部是这个 外面没有电荷密度 我们要问里头任何一点 跟外头任何一点 它的电荷密度寒数是什么 那这个我们用 因为它这个地方 用笛卡座标比较方便 因为这是无穷大的一个平面 那我们poison's equation 就是这个 gradient v的full rho over epsilon zero 而 我们现在看 从电荷密度分布来看 在这个两个平板之间 ro是等于ro零 绝对值大于2L 就是说 v z大于2L 或者z小于负2 二分之L z小于负2分之L 的区域 ro都是0 而电荷密度呢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z轴 你看 它对这个轴 对z 这是平面 这不是一个轴 平面来说 它是一个对称分布 这里有多少 这个密度是多少 这个密度就是多少 这个密度多少 这个密度就是多少 这个地方的电位 跟这个地方的电位 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电位 这个时候 它仅仅是 z座标的函数 就是说 这个距离是z 从这里到这里距离是z 你z改变了 电位就改变 比如说z在这里 那么不管你的x多少 y是多少 电位值就确定了 因此这个电位 形形是z座标的函数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边的片位分三下 只写成这个 因为它跟yz无关 所以 the plus v要等于 dv平方 d平方v over dz平方 等于这个值 好那现在我们 这个微分方程 很容易解了 我们看 z小于 负L 就是在两个平板的中间 小于 小于就是在平板的左边 左边 左边 rho等于0 所以这个我们算这边的电位 算v温好了 它的解是这个值 刚刚那个 就是这个解 因为它rho等于0 是这个值 那么 在中间的话 v rho等于rho0 你要解这个 就是两个平板当中的局 你这个 你积分一次 有一个 常数 积分两次 就两个常数 你连积分两次 它的值就是这个 这很简单 你们自己去记一下 然后 z大于2 负2 大于2L 这个写错了 这个2L 就是正的2L 二分之L 正的二分之L rho也等于0 这个就是什么 这平板右边的区域 它的形状跟这个一样 那我们就用 v2等于c 1z跟c 来讲 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正的 好 那么这个式子里头有 一二 三四 五六 六个位置数 都是常数 我们要解答 你要找出六个关系式 因为它有六个常数 那现在我们来解 那现在我们来解 第一个 我们说 因为这个面积是无限大 看到没有 这个面积跟这个面积无限大 所以这个当中 这个区域是无限大 那么它的带电量就是无限大 我们以前说过 你电荷是局部分布的时候 无穷远的地方电位等于0 但是如果你不是局部分布 像这个无限大的分布 你就不能设在无限远 你必须设在有限远的区域 电位等于0 那现在我们就设定 Z等于0 设定这个地方的电位等于0 OK 这个地方电位等于0 那于是当中这个地方的电位是这个 当Z等于0的时候 这个是0 这个是0 这个等于0 那就是K2要等于0 所以我们决定了一个 K2要等于0 因此当中这个区域的电位 就变成只有这两项 其他常数 我们可以借由 Z等于0的二分之L 这个边界 跟Z等于负二分之L 边界上的连续条件 求出来 就是这个边界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电位 相连续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电位 相连续等等 所以我们先来看 先看这个边界 V1 就是这个地方的potential 跟这个地方的potential 这里的potential 跟这里的potential 在这个地方 Z等于负二分之L的地方 要相连续 要相连续 那现在我们就把V1 Z用这个带 V0的Z 用这个带 V1本来是这个 这就是我们设定的 就是三个equation列出来 这个是0了 这已经是0了 那现在我们就把负二分之L 带到这个里头去 要等于 Z等于负二分之L 带到这个里头 这要相等 你看 这个负二分之L 就是等于负二分之L 就是这个区域 在负二分之L的时候 它是等于Y0 Y0分之Rho0 减掉 这是负二分之L 的平方正2 在这里 减掉 这个是负二分之L K2是0 K2是0 没有了 所以 它是等于这个 那现在 这个要等于这个 对不对 这个值等于这个值 所以这边 要等于这边 这是我们的equation A 我们现在还有四个 一个寻找结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的 写出来做参考 现在我们看 这个边 这个边界 Z等于二分之L的时候 是V2 V2要等于V0 这个区域的电位 跟这个区域的电位 在这个位置相等 那你就把V2 用二分之L Z二分之L 带进去 那这个 也用二分之L 带进去 K2是0 于是我们就得 这个式子 这是B式 OK 我们有A式B式 两个equation 这个 就是在这个边界上 这两个相连续 因为平板上 没有表面电荷 因为它这个电荷 它是一个体积电荷 你整体有体积电荷的话 就没有什么表面电荷了 那 这个时候呢 电荷的 电荷的发现分量 我们知道这里 没有电荷密度分布的话 那你要记得 Electric Displacement Normal Direction 是相连续 Normal Direction 相连续 所以呢 电荷的发现分量 因为表面上没有电荷 没有电荷 所以 这边的电荷 跟这边的电荷 我们现在只看电荷 电荷 发现分量 要相连续 现在是 看这个表面 现在是 Z等负L 就是这个表面 这个表面 好 电荷的发现分量 相连续 那么 我们就看这个 V1 对Z来做偏微分 就等于C1 负C1 是负的 这个 对Z做偏微分 然后把Z等于 负二分之L带进去 这个值就是这个 OK 这两个相的 那我们把 负号全部变成正号 就C1 要等于这个值 这又是一个 equation 又是一个 equation 然后呢 我们再看 这个地方的电荷 也相连续 刚刚是这个面 现在这个面的电荷 也相连续 没有电荷密度 就 相连续 电荷相连续 那么 你把这个 对Z做偏微分 它就是负C1 这有个负号 这个 对Z做偏微分 把Z等于 二分之L带进去 就是这个值 C'就出来了 C1 也就出来 就是这个C1 不知道 C1还不知道 这是我们做参考的 由于电荷对E0 就是对那个 当中那个 有电荷分布的 这个地方 当中的那个 坐标Z等0 做对称 所以 你在 这个 对称 轴 右边 Z远 跟对称 轴 左边 Z远之处 大小是一样 不过呢 我们知道这个 电荷的 分布 因为当中有Row的分布 因为那个当中有Row的分布 所以它的电草的 左右 大小 就是说这个等于这个是 大小相等 但是位置不同的话 这个方向不同 方向不同 因为当中是零 Z是零 你靠这边的话 靠这个 我们看看前面这个 看看前面这个 你看这个 电荷密度分布在这里 你说这个的电草朝这边 在这里的电草朝这边 所以你 距离等远的话 电草大小一样 但是它的电草的方向 正好相反 你在这里朝这边 在这边 在这边的话 就是朝这边 这个是我们从图上面 可以看出来 所以电草对Z0对称 所以有这个特点 这个特点的话 我们就把 E等于负graden的V带进去 这个是等于正的 这个是负1 所以说是负的DV0 这是正的 这是负的 这个却是正的 或者是V2 V2就是在右边 右边的这个 V0就是在这个当中 这是有电荷的区域 这是没有电荷的区域 这是右边的区域 等于左边区域的电草 那么我们先由这个 由这个值 当Z等于Z的时候 它要等于这个值 Z等于负Z的时候 Z等于负Z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 V0就是 你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等于正Z的时候 V分 这个都是正Z 这个也是 这有个符号 这个没有符号 所以是等于这个值 然后我们再把 这个是Z 要等于负Z 这个是负Z带进去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样的话 这两项一样就消掉了 消掉以后 负K温等于K温 那只有K温等于零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结果 这是第五个式子 然后再由 这个式子 你看这个 负 这就是负Z温 这个 这个是负Z温 这个对 这个符号拿进去 这个符号 Z等于负Z拿进去 V分就是 负Z 那就是 C1 要等于C1' 第六个 我们看 前面我们已经 求出 常数K1 C1等于负C1' 对于负Rho0 Over2Y0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些东西 带到 第85式 带进去以后呢 也就是带到 85式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 C2 从这里 我们C1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可以得到 C2是这个值 然后再带到 85 也是85式' 然后我们求出 C2出来 C2 那么这些常数 我们都有了 K1 C1 C1' C2 C2' 然后我们就可以 把 这些 解得的 这些常数 带到我们的 电位方程里面去 所以各区域的 电位函数 在 2分之L 跟负2分之L之间 就是这个 界电之城的中间 界电之城的外面 比它还小 比这个大 比负2分之L大 比负2分之L小 这里有C1 跟C1' C2' 把C1' 跟C2' 带进去 这个带进去 得这个值 然后呢 我们带到 界电之城里面 那么这里面有 K1 K2 K2我们也求出来了 那么K2就是0 K2就是0 然后把这个 K1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 这个值 然后CV2就是 在负L 这是大于 大于 正2分之L 正2分之L 那么是这个值 就是界电之城的右边 这个界电之城的左边 那我们就得了这三个式子 再看一个例题 电量Q 这总共有电量Q 分布在这个 半径为R的 这个球体里面 那当然它的密度就是一个 电荷密度就是长数了 那现在我们要问 球体内外任意点的电位函数是什么 里头一点外面一点 由于电荷在球内做球状对称分布 故空间任意位置的电位 仅仅是R的 R坐标的函数 因为这是球状对称 你这样子 每一点都一样 你Theta脚也是一样 不管你哪个脚 只要R一样的话 不管Theta是多少 Fy是多少 V就一样 所以 它满足这个 在球内 它就满足Poison's equation 这个解呢 是这个东西 这个解是这一项 你把这个R平方拿过去 这个解就是这个 你可以自己去解看看 你把它沉过去 再积分 再把R平方出过去 再积分一次 在球外呢 它满足Laplace equation 所以 它的解 就是这个值 因为 这满足Laplace equation 这个括弧就是常数 那我们就由边界条件决定 那我们就由边界条件决定 这个是我们的两个解 V1V2 边界条件 你看在球外 R去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要等于0 这个要等于0 可是你有个B2在这里 那除非B2也是0 否则的话这个字不会是0 所以B2就是0 球内的时候 当R approaches0的时候 这个是0 Approaches0 这个是0 这个是0 但是这一项你看 这个存在没有关系 因为 电位要是有限值 但是你在这里 R去0 这一项变无限大 就使得V1 变成无限值 所以不可以 那就是A1要等于0 现在我们解除两个了 球内跟球外的电位 在球面上相连续 所以V1R要等于V2R V1R 这项已经没有了 就是这个 V1 V2R 这个没有了 就是A2 over R 所以从这里 你可以得到A2跟B1之间的关系 好 现在我们再看 总电荷Q 在球内 是做 是均匀分布 所以我们高斯丁女已经知道 如果你要求 这一点 求电厂的这一点 是在某一个 这个 电荷分布区域以外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电荷分布区域 以内的这个电荷 这球状分布电荷 当做一个点电荷来看待 所以你在这个 所以你在这个 9万一点 它的电荷全部在这个 到底里面 所以Q就是3分之4 PiR3分成Row 那这个 指示对于这个 这是E2 就是 E2就是大于大R的时候 如果 那现在我们说 再把 这把 刚刚求出E2了 现在我们再看看 V2是这个 然后看看 它外面的电荷 我们用电荷等于Full Gradient的V来带 E2R等于Full Gradient的VR 那就等于这个V2 等于这个 因为它是R的函数嘛 所以用这个Ordinary Derivative就可以了 你把这个带进来 这个积分 这个就是0了 这个就等于Full R 平方分是A2 复复得正 是E2 好 E2 刚刚不是得到E2是等于这个吗 那好 这两个相等 这个 这是用 这是我们刚刚高斯定律得出来的 这个值 这个等于这个 从这里你可以解除A2是等于这个 A2就解出来了 A2的值 带到我们刚刚得到B1跟A2的关系里面去 这个要等于A2 A2值带进去就是等于这个 然后从这里我们可以解除B1 B1常数也求出来了 然后我们将A1等于A1等于0 B1等于A2等于B2等于4个都求出来了 然后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这是小于大2的地方 以及大于大2的区域 我们的电位函数 那我们就得电位函数这个 A1带进来 A1 A1是0 B1带进来 B1带进来 你把它整理一下就变成这个 你带到这里头都来 这里头A2带进来 B2是零 它就是这个 这是电位函数 现在再看一个例题 这是一个同心求可 同心圆柱可 说错了 同心圆柱可 内外半径分别是R1跟R2 二颗间有球状对称 应该是球壳 这个当中的分布是球状对称 就是说同一个R的地方 这个密度是一样 这是一个球壳 同心的球壳 那现在我们要问 如果R跟R的关系是这个关系 跟R2平方程反比 密度只分布在这个区域 现在要问 空间 三个空间 它的 电位是多少 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电位分别在三个不同区域 有三种不同的依据 因为我们要求这三个区域 而这三个区域 这个区域跟外面 都没有电荷密度 所以我们可以用 所以我们可以用Laplace Equation 而这个区域呢 它有电荷密度 所以我们要用Poison Equation 来解 如果我们这个 当然你这个题目 也可以用高次定律解 不过我们现在是要 制定我们要用 解Laplace Equation 或者是Poison Equation 它告诉你这个 我们可以用高次定律解 解电场 解完电场再解电位 那么我们说 R小于R1就是这个区域 R大于R2 满足Laplace Equation 这个等于0 所以它的解呢 这个区域的解 是这个 V1的区域是这个 在这个当中的V3 外面叫做V3 里头是V1 分别V1V2V3 V3形状跟它一样 不过常数不一样 我们说两壳之间 我们用Poison Equation 然后R等于Beta over R平方 带进来 Poison Equation就变成这个 要等于这个 你现在解它 你现在把这个 跟这个约点 积分一次 就是R平方 DVDR 这个积分一次 变成这个 再把R2 R平方除过来 就变成这个 然后再积分 V2 这个积分 就是这个积分 这个积出来 我们用不定积分 这就是Log R 这就是-R分之一 然后再加一个常数 这就是V2 这个当中的这个 区域当中的这个 电位 那么这三个式子里面 有A1 B1 A2 B2 A3 B3 六个常数 我们要有六个式子来决定 第一个 A3 就是外面这个地方 电场 是等于这个值 刚刚我们解说 应该是这个 由于电荷分布在有限区域 所以 电位一定在无穷远的地方 要等于零 所以R无穷远的地方 这一项是零 可是这个不等于零 因此这B3非等于零不可 那我们决定了一个B3 这个就是 区域1跟区域3 就是里头跟外头 V2是这个词 这是写出来做参考的 现在我们第二项我们看 V1 这是里面的 V1就是这个 空心球格里头的 里头的R可以趋于零 R趋于零的话 这个值变成无穷大 就不是有限制 所以这项不得存在 那就是A1必须等于零 所以 A1必须等于零了 然后再来 有电位 具有连续性 我们知道 在R等于R2 就是外面这个边界的时候 V3 外面的电位 跟里头的电位 跟里头的电位 在R等于R2的时候 要相等 这个R等于R2 这个你也把R等于R2 带进去 相等 这个又有一个关系 A3 跟A2 跟B2 在边界的地方 边界R对R1 就是里头这个边界 是V2跟V1要相等 所以V1 刚刚这个已经没有了 A1等于0 所以B1要等于 这个 R都变成R1 R变成R1 这个数字跟这个数字 都可以解常数 现在我们 这里头 这个常数 不够我们解 这个 Equation不够 我们还需要Equation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 有高斯定律 我们知道 这R大于R2 就是球外 任意一点的电厂 是这个 因为它全部电 这是它的全部电荷 全部电荷是什么东西呢 全部电荷 它就是等于R 乘上4πR平方 R乘上R 等于R 4πR平方 DR 这个是一个 体积分 R乘上Dta 积分 是等于这个值 所以Q 我们就用这个带进去 E3等于这个 这是高斯定律得出来的 我们现在再看 V3是等于这个 我们E3也可以用V3来带 V3来求 负的 Gradient V3 所以你把V3带进来 它 微分一效 当然这项就零了 等于这个 这个也是E3 这个也是E3 这两个相等 所以这一项 等于这一项 从这里我们就得到 A3 是等于Y0β R2加R1 同理我们可以得到 在这个区域里头的电荷 就是说它的R是 大于R1 小于R2 那现在我们就用R来 就是我们积分是从R1 积到R 这个当中的这个 这还是一样低套 不过它的积分是从R1到R 积出来是这个值 然后我们说E2 可以用负Bradient V2来求 所以它就得到负的R Univector DV2 over DR 我们把V2带进去 V2是这个 这是当中的这个区域的电位 好 这个微分就变成这个了 好 这个也是E2 这个也是E2 这两个相等 两个相等 从这个石子里头 我们可以接触A2来 A2就等于这个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A2也知道了 A3也知道了 那我们带到 我们有一个equation 我们求出来的是这个 A2带到这里 A3带到这里 求B2 A3 要等于 这个 A2 带到这里 加B2 所以B2就等于这个值 B2求出来了 好 然后再把A2 跟B2的值 带到另外一个equation 我们不是也得到 这样一个equation吗 可以求B1 所以B1等于这个 减掉 A2带进来 B2带到这里 整理一下以后 等于这个值 那现在 那现在 常数都知道了 A1等于0 B1等于这个 带到 里头这一区 就是小于大R1这一区 B1就可以求出来了 B1就等于这个值 再来 V1是这个值 V2呢 原来是这个值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 A2带进来 B2带进来 V2就等于这个值 你把这个整理一下 可以变成这个 这就是 介于R1跟R2之间 然后你再把 A3跟B3 只带到 第三个局 也就是球外面 球壳外面 A3带到这里 这个等于0 我们就得 V3是等于这个值 V3是这个 这个函数是这个值